先头条我们就提到了7月4号星期二的美国国庆 那么使得美国境内呈现了一种 就治安角度来看有点骚动的氛围 加拿大和美国在7月会接连迎来国庆假期 但是他们现在还有一个社会经济的问题是 都继续上演大罢工 在加拿大的部分呢 从上个周末有7000多个码头工人集体罢工 加拿大西部超过30个港口全面停摆 劳资双方都还在谈判 如果罢工延长北美经济一定会受到更大冲击 美国又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全美编剧工会的罢工 逼近第九周 另外呢演员工会在协商也酝酿着叙事待发要罢工 大批饭店的从业人员都上了洛杉矶的街头 要诉求一样更好的薪资和待遇 美国国庆假期到来 洛杉矶却有大批饭店从业人员 在周日一早走上街头罢工 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 从柜台阶带厨师到洗碗工 通通站出来争取权益 并一路坚持到天黑 被认为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饭店业罢工 代表饭店员工的工会表示 他们打从四月就在进行谈判 诉求内容包括将时薪调涨五美元 更好的健保和退休福利等等 不止营收超乎预期 饭店业者更在疫情期间 获得好几亿美元的联邦补助 团官员工却负担不起持续飙涨的物价 特别是房屋租金 这波受罢工影响的饭店包括 好莱坞W Hotel 比福利希尔顿 洛杉矶喜来等等 六十五间南加州最知名的饭店业者 当中万豪集团已经发声明表示 将着手制定一份更公平的劳工协议 与此同时 全美编剧大罢工比进第九州 越来越多熟悉面孔出现在抗议队伍中 原本打算一同加入罢工阵线的演员工会 在上周五临时喊咖 因为他们和主要片商达成协议 要把在当天到期的加薪谈判期限 延长到7月12号 双方正抓紧时间戳上一份新的合约 但假如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将成为美国影视产业六十多年以来 首次有两个工会一起罢工 上一次的电视电影演员罢工 是在1980年当时历时的三个月 一旦演员也加入编剧罢工 几乎没有一个节目或影集能幸免 唯独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制作 还有实践秀 游戏节目等 也不太会被影响 相邻的加拿大也在7月1号国庆日当天 上演一场30年首建的大罢工 共7400名码头工人 集体离开工作岗位 使得西部主要港口空无一人 福建货车通行 急货设施也通通停摆 继上一份合约3月到期后 劳资谭布隆引发罢工 双方紧接着进行马拉松市33个小时谈判 直到周日傍晚喊咖 并于这周一继续下一回合协商 这次的罢工行动 威胁到加拿大第一和第三繁忙的港口 而整个西部港口 每天经手价值超过8亿加币的货物 占了总商品贸易流的约四分之一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已经警告 一旦罢工延长 除了会加重物价压力 严重冲击加拿大供应链 还将进一步波及北美经济 TVB的新闻中和报道